欢迎收看关闻什么事 我是主持人许竹心 今天节目邀请到国防部政战局文宣新战处长楼伟杰少将 中国近年来不断加强对台湾的军事威胁 除了持续派出极箭扰台 也扩大无形的任职战场 中国利用台湾多元民主的声音操作两岸实体交流 以及网路内容农场等新兴媒体 散布质疑政府的谣言 更年年邀请台湾艺人合唱统战歌曲 新战喊话试图奔化明星 国防部将在本期节目全面拆解共军认知作战手段 提出四招应对方法 以及国军如何主动出击反制假讯息操作 而台面下中共还藏有哪些打击台湾明星的招数呢 更多新那提问关为什么事通通说给大家听 中共解放军近年除了用军事恫吓台湾的手段之外 另外也运用认知作战的手段意图影响我国的军民心 中共对台湾的认知作战有哪些手法 对台湾又会造成什么影响 我想观众朋友常常可以从新闻媒体上面看到 中共对我们认知作战的相关的报道 我们就军事的角度来分析 我们可以把中共对我们的认知作战大概分成为四个类型 第一个类型就是统战 我想这个大家都很熟悉 它不外乎就是邀请了某些特定的人到大陆去旅游 或是邀请艺人来一个大团结的表演 唱统战的歌曲 或是用利益来诱使我们的商人或是年轻人到大陆去 四月底他们也发布了一个俯瞰中国台湾片的影片 这些都是非常中共常使用的统战的伎俩 那第二个类型就是军事威责 从9596的台海危机到去年跟今年的军演 甚至于平时他们的机舰来侵扰我们的海空域 都是利用灰色地带来给我们施压 当然在每一个军事威责背后 都会涵盖着一个认知作战的目的在里面 他们也在观察我们的应处作为 是不是有可以操作认知作战的一个议题 第三个部分就是假讯息 依据瑞典的大学的分析 我们台湾连续十年是被假讯息攻击最多的 我们应处假讯息的经验非常的丰富 所以我们的发言人士也是军事新闻处 有一个非常完整的机制 从追根溯源到查明到损害评估到反噬 以及对外说明都会非常完整的一个运作的一个模式 那我们的说明跟反噬的作为 不外乎就是发布新闻稿 或是做懒人包 或是制作图卡 或是严重一点的需要 我们可以召开例行记者会 那第四种模式是争议讯息 我这一次特地把争议讯息跟假讯息分开来 因为它是完全两种不同的操作的策略 假讯息有真假的问题 争议讯息它往往就是在介于真假中间 它所重视的就是各自的表述的能力了 假讯息时间很重要 要第一时间赶快查明说明 然后降低它对国人的影响 而争议讯息不止时间很重要 它的论述点也非常的重要 否则就会陷到不断的这个议题 不断的在循环的各自表述的过程中间 让这个议题延烧 往往这个伤害是最大的 这也就是目前我们在处理上面 比较困难的部分 那刚才处长有提到 争议讯息其实处理上最困难的部分 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 就是中共去年8月 以及今年4月其实有两度对台进行 针对性的操演 那中共也运用了各种认知作战的手段 意图动摇五国的军民心 那处长可不可以来比较一下 这两次军演 中共对台认知作战手段的不同之处 以及有哪些趋势 这两次的军演 他们在军演的强度 力度跟实验上面都不一样 相对在认知作战的操作手法也不一样 我们观察到在去年的军演 中共官方一共发布了14则的新闻 以及11部的影片 他们非常强调军事威责的这个方面 那今年的军演 为期虽然就三天 但他们总共发布了30则的新闻 那也只做了4部的影片 相对的他们非常强调他们的立场 也就是意中的立场 台海不容许国际介入 以及批评我们政府在两岸政策 以及对于这个以美谋独相关的 这些政策上面造成了台海紧张的局势 那我们就深谅来分析 去年的军演在国内有高达9万多则 而今年的军演大概只有2万则左右 也就是说其实中共表达立场的这些言论 在我们国内民众的关注度来讲 它是不高的 这是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 在去年第一次军演 中共为了表达军事威责 他们甚至会运用假讯息 我想大家都知道 他们去年发布了一张照片 就在我们花莲的外海 大家一看就知道这是假的 但是中共他们就要强调 军事威责的这个宣传的效果 而在今年 他们因为这一次的军演 时间比较短 力度比较弱 但是他们就采取了现场直播的方式 他们在军演上面 直播他们在我们周边海域的军演 希望借由这个来补强 他们在军演力道不足的这个方面 最后一点 也就是在今年的军演 他们第一次有使用我们官兵的名义 在网路上制造假讯息 我们每次的军演 我们广播都做了非常完整的应处的作为 而他们就是希望利用官兵来到社群媒体去爆料 说其实我们做的不够好 让造成国人对我们的不信任感的提升 中共运用这次军演来 就是假装是我方的官兵来进行一些假讯息的散布 这样那面对这样子的手段 我们有哪些因应的作为 第一个当然我们也是迅速的去澄清 就以这个案例来说 讯息里面的内容 一句查证 他讯息里面所提到的人 其实早就不在这个单位了 所以我们也迅速的对外面说明 来澄清这件事情 是完全是一个假讯息 其实各界都有在关注 国军除了说防守共军的假讯息公式之外 我们是否有攻回去的一个空间 或者是说在认知作战的攻防上 国军有哪些原则 我们一直是稳定非常重要的力量 在军事上面 我们一直遵守着不挑衅 不升高冲突 不引发事端的这个基调来应处 认知作战 它是属于军事行动的一环 我们也一样遵照着这样的基调来处理 共军的基建来我们的海空域侵扰 我们会有适当的处置 但我们绝对不会派基建 也去中共的海空域去做侵扰 当然很多人会气不过 中共三不五次来我们这边放假讯息 想要分化我们的国内的这个团结和谐 也希望我们到对岸去做一样的事情 我想利用这个机会跟国人做个说明 主动的认知作战 并不等同于攻击式的认知作战 乌尔战争开打了一年多 大家都在观察里面 有什么我们可以借进校法学习的地方 就认知作战的方面 大家都说乌克兰做得很好 我们也从这里面去学习到很多经验 在开战以后他们的确主导了话语权 相对的就我们来说 如何能够达到贺阻的力量 确保台海的和平稳定 才是我们的目标 因此我们在不断的建构 军事上面足够的贺阻的力量的同时 我们也希望能够在心理层面 也就是认知作战层面 达到贺阻的力量 因此如何能够达到这个贺阻的力量 我们就将国军情绪精炼的这个部分 提升战役的实况 忠实地呈现出来 另外两个部分 一个就是我们社会的韧性 另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居民同心 共同守护家印的决心 就成如我们李前总长他所提的 实力加决心就是最好的守护的力量 因此我们如何提升在贺阻上面的作为 我想这样子对维护和平的帮助 比我们到对岸去自如假讯息来得更大 这是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主动的作为 也就是我想大家都知道 国防部时常办理各项的活动 我们也常常会推播各项的文宣的成品 包含影音 包含图卡 这个不外乎就是 我们希望从平时就能够建立 我们跟国人的信心 我常讲一句话 军人走出去 民众走进来 当双方没有距离的时候 建立了互信 信任感 支持度 自然就增加 只要信任感增加了 中共在军事上面的认知作战 相对的我相信它的效力会降低 甚至是没有效果 也就是打疫苗的概念 我觉得这也是主动认知作战的一环 我相信这样子做 中共对我们的认知作战 它的效果往往一定会是大打折扣 甚至是没有任何的效果 那处长您认为一般的民众在 应对到认知作战手段的时候 可以采取怎样的应对方式 中共对我们的认知作战 包含了政兴军心每个面向 我想单靠政府部门来说 它还是不足够的 也唯有所有的民众都能够提升 媒体的试图能力 做到三步一要 所谓三步就是不要只看标题 不转船 不轻信 那要就是要查证 能够做到这个 敌人对我们的认知作战 它是不会有太大的效果的 那当然我在国防部 我也是主管认知作战 我也想利用这个机会 对我们的国人做一下认知作战 国军是由一群非常爱国的人 所在一起 我们非常认真在每天的战备操演上面 不断地提升我们的战力 我们有信心守护这个家园 也请国人相信我们 因为国人的支持 绝对是我们能够不断前进的动力 也唯有我们居民共同团结在一起 才是维护我们民主自由最坚强的力量 感谢你收看本集的关我什么事 我们将持续邀请部会首长 县市首长 还有话题政治人物 来和我们聊聊从政大小事 如果你有特别喜欢的政治人物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 关我什么事 我们下次再会 我们下次再会